1,2,3,4 1,2,3,4 1,2 好,歡迎回來同星期五晚 《動漫廢物》 今天的節目是錄播 不過你們依然可以 只要收聽方法,你們都明白了 其他的直播時段,當然都可以跟我們Live Chat 就是Acerobish.radio 這是我們的Skype Account 微博、Facebook等都召開 除了留言板 我們依然都解決不了 那就實在太抱歉了 今晚是一個找數的時間 由於找數,我實在找不到 所以我找了幾個朋友來幫我找這條數 好,介紹一下自己 最重要是有安信兄弟 這是為止作勇者 最大的債主 特意討論區或Facebook 都找萬記去尋仇 就要追回這一集的主題 所以我叫他自己找來找數 這個超想要出去Marcus 還有人無印選 我們就說 Marcus粉絲 阿鬼 不用再說你另一個網名 在方墓那邊用老司法 但外面我們也是叫阿鬼 不要緊,你都說了你叫什麼 要尋仇都是很簡單的 我們今集就說 超時空耀賽 就是Marcus 我們這次說的範圍 有一個好像應口的範圍 就是我們只是說初代 不過初代也夠說這兩個小時 還不是應該去死的何心政治所做的 他應該去死要談的 為什麼你來到他這麼低榮價呢 我對他沒有榮價 他應該去死 他應該去死 好,首先講一下 Marcus是什麼 如果出生在82年之後 打後那些 對,Marcus是老過來的 在82年的時候 黑石星 他就趁著很多偶像 偶像熱潮 還有之前 日本大修的一套聯合艦隊 OK 於是將軍事加偶像 這條橋還不行 於是又弄了一套Marcus 超時宏宇的賽 他本身做到 都挺受到 當時 石黑星 他所身處的Studio 做過 宇宙海拆下樓鼓等等 有些影響 於是 都是做一套Space Opera 說一部船 帶魚一 crew 人 去逃亂 或者打外星人的故事 雖然聽起來 就好像70年代 老頓玩開的故事 但是他就 一開始的時候 他把那部 金具形的逃亂飛船 這次前所未有金具形 足足成公里那麼長 帶著全村人 整個城鎮 拉過去 冥王星 重返地球 對抗天頂星人 那時候阿舌 譯了一個 阿舌譯名 之後我們再說 當回到地球的時候 已經遲了 已經被那班 的祖拿達星人 轟到地球爛了 他們就透過 在戰爭之中發現 原來 那班天頂星人 對於人類的唱歌 Pod culture 或者哭 或者其他文化 其實我不知道 因為他裡面只是說 他們只見到Kiss 他就聰明已經震了 好像明光寫 Kiss 都不行 於是他在 林明美的歌聲 伴奏著之下 人類 和阿舌拿達星人的 伴軍 一起搞定了他 這就是 Marcos TV 當時所做的故事 當時你們有沒有看過 亞視版本 有 有幾億 有 我特地在加拿大 租一套 亞視版本 買來看 我就透過後來 雷蛇 他所出的鐵黑版 VCD DVD 那時候 遲幾年才出 買了VCD 透過VCD 那時候來看 當年 亞視 那時候 布馬克羅斯 有個輝煌的收視紀錄 零收視 為什麼呢 因為無線 那時候的閃電傳聲機 430穿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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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呢 就播出來了一套 其實更厲害的 應該慢的熟過我們 就是足球小將 這一套足球小將 打到Marcos那些殘殺 有這套的張偉健主題曲 都是打外星人的 兩班主角最後都是 沒錯 這個永遠走不完的半場 不是 他發揮了射球 這個偉大的行為 喂 Marcos 也有他的 麥克羅來斯炮 抄襲大和號的波動炮 他那支武器 都一樣是不殺的 真的抄得很失敗 不懂得承認啊 那大和號也不是這麼好 大和號也太過萬能了 我們剛剛都比較過了 張偉健 另一個阿士在那裡 主唱主題曲的 楊仲恩 大家聽過沒有 我小弟真的沒聽過 中文版嗎 當然是 中文版主題曲 那時候也很容易找 其實那首 其實我覺得 又唱得OK 那當然 楊仲恩其實不錯 好像Original版 大家給他一個credit 關於歌來說 Marcos 即使是年輕一點的聽眾 你們看過Marcos F0 Plus 等等 你都知道有三個元素一定是重要的了 戰機 三個戀愛和唱歌 唱歌 是不是只有一個阿叔去唱歌 當然不是 要數一隻 他裡面出現的偶像 就是林明美 這個就是構成整套 其實整個故事只有兩場大戰 第一場 他們要離開地球 摺疊 打算接著過去月球背面 誰知道他們去到老年那麼遠 於是進行一個屠爛過程 要去到最後一戰 就是翻地球 其實兩戰之間 怎樣把他拉一步拉一場的故事呢 就是透過三角戀 一條肺 他跟祖賴美莎的 由冤家變成情侶 再變成夫婦 一條肺 他看到林明美 當選了Miss Marcos 事業之間出現了差距 戀情出現了破裂 等等等等的事情 當然 包括麥斯 混了外星人女 美老大 拉一步拉了整個故事 林明美 基本上是由頭到尾的一雙情願 先說 先說 我絕對告訴你 祖賴美莎 這隻狐狸精是必須死的 嘩 嗯嗯嗯 這麼狠狠的留言 在高燈那裡 完全跟你像雙巴爾的 因為高燈一來就覺得 嘩 好有家姐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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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美更加亮 當然 這個人渣條肺 你不吃你就放下 你又沒有拖 他的問題就是 他又要吃 又要拖 好了 他喜歡去美莎 但不要緊要你走 走 走 你拖到最後 大哥 是 那怎麼創下 Marcos 男主角必定是二股男的傳統 我就是 一腳踏兩船 這個是正常 廣東名三角戀 Triangle 才是他們的主族 他後來也有首歌 他們之間的戀情 早爛未殺 一開始 看到一條揮花小孩 一條揮花小孩 一條揮花小孩 不知為什麼 他眼睛小孩 是一個阿嬸 是一個阿嬸 沒問題 但他只是小小 一個十七歲的人 十九歲的阿嬸 對 完全正常 對 因為那個年代 人們看完 機動自治 09 其實林友德 但是阿嬸 還是大距離一點 他已經變成阿嬸 對 他已經變成阿嬸 當時的年齡差距 代溝 真是同溝 大祖賴未殺的那段戀情 在TV上 可能沒有那麼強調出來的 都很專注 一條揮花小孩 因為林明美 他越來越忙 林明美 他隔壁有一個死人表哥 林海王 像是 有誰打高高 高大英俊 高大英俊 不過其實 一條揮花小孩的條件 一條揮花小孩 那部戰艦 他要重建那個城鎮的時候 在很多的影片中 已經出名了 等一下 等一下 一個爛鬼Ace Pilot 一個上衛 一個身水不多 的軍人 彈什麼去配一個 全世界 當時的世界就是那裡 那麼多 他害怕偶像 只有方寸之力 還比香港還壞 就是完全跟你說 蛤 簡直是不要高攀 你走吧 那沒辦法 那時候一條揮花小孩 對 整隊裡面最厲害的那個 頂 都只不過是因為老闆 打開了 對 當然我們不可以不說 一條揮花小孩 他的頭 就是Delta小隊 不 Ruol小隊的福卡 就是Marcos的王派駕駛員 在第一戰 黑珍珍珠 黑珍珠 黑珍珠 你的名字真的沒得頂 就是在那裡 Rodian Rodian 黑人operator 當時阿治幫他改了名字 就是貼紙 用到現在的黑珍珠 這麼厲害 那個什麼我還記不記得 福卡就是一條揮 他的前輩 兼 應該是不是他爸爸殺虎仇人 不是 就是照大他 不是跟一個飛行團的其中 就是表演者 我可以這麼說 最厲害的表演者 我可以說殺虎仇人 意外這件事 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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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有點內疚 但是未到關他事 不是他 不是他 黑意 黑意 意外也好 都不關他 我對於Toker 他的戰爭觀 由Zero去到初代 變快超大 去到初代的時候 不口 雖然是戰 但其實整個人都很少 其實幾乎變成住家男人 等等等等 Zero去到初代 調轉了 初代去到Zero 對 因為他前傳後補下去 所以他 後吹 後吹下去 因為沒辦法 我這次一代 我都是透過Zero 調轉回Marco Os 福卡 他作為孤魯小隊 在第一戰 離開地球的時候 其實絕大多數的飛行員 應該都死了 或者沒有跟著那隻藍 一起去覆 所以 屬中無大將 於是他起用了一條揮 成為了學得東西最快的 超級新人 其實那隻艦是有多少人設定過 那隻艦是有多少人設定過 那隻艦是有多少人 艦員三千人 一帶走的話 帶走了五十萬人 那個還是橫崩來的 黃崩 因為南亞都能夠達到 因為那個人才有型 那是ASS 一公里的戰艦 全五十萬人 哇 有點好 算吧 你當是九龍城寨就行了 有什麼問題 算吧 一公里的九龍城寨 你都收不到五十萬人 都計不到 不要緊的 那個人都騎幫忙 五十萬人就行了 用機器真的要 你真的覺得泰彈衣服 可以撞到一個藍道嗎 航空母艦可以 照著拖著拉著 英雄說就是 戰艦的戰時搭載 和平常搭載 兩件事 你不可以用戰時搭載 戰時搭載 但它可以有噴水池 有遊樂區 又可以有 給他們兩夫妻拍拖的成績 有軍人都要做生活的 有酒吧 有公園 有商場 好過你到處找慧安婦 不是 不是 是說他們兩個來地中產 是不會明白另外那四十九萬多人 怎樣人搭人 沒有播出的 沒有說沒有 就是泰彈的一樣 三等艙怎樣人搭人 跟上面一等艙怎樣 另外一件事 之前那個電影說過列車 好像 Marcos為什麼說這部超時空要賽 一個比較特別的設定 一來它巨大 二來它裏面真的住人起樓 多麼過分 它說 因為一幅 帶海水資源下去 它就不知為何在裏面 極速地建造了一個城市出來 本來就有的 本來就有這堆東西 不久見本來就有 本來就有 本來就不是年輕出來的 不然你走那一天就已經有了 即是已經是有移民艦的想法 是這樣做的 已經是移民艦來的 但是不知道誰這麼天才 想出變形的系統 原裝的 變形的系統是原裝的 都到漫彎的時候改了 以前的發明阿叔 現在變成了女人 現在變成了這個 其實它的防護罩 等於說是變形系統 防護罩在沿著TV的時候 已經是在途中才發現到這種功能 變形的時候就慘了 這是什麼東西都是用到那個功能才發現有的 很變節的 即是需要那個功能 原來是有的 這個原理的設定 其實有點像七十年代 那個時候 無論是萬分之人無免之人 他的必殺技 都是途中要用的時候才練出來的 有點像是機械人 新必殺技那種系統 有什麼問題呢 正如北斗之拳的絕招 都是打某些對著某一招來用的 忘記你說的 沒辦法 沒辦法 馬哥一起一隻 不知道被什麼人 扔垃圾地扔下來地球 地球人 扔回來 抹一抹塵 撿一撿油 然後就告訴他 用得 二手車 其實二手車 連車被改了什麼 你都不知道 對 作為一個隕石 打到地球的時候 其實都是早立達星人 在戰爭之中 放在地雷 等人踩 等一下 很正確的一個說法 是沿著自己套了這個租 因為第一說 自動放了炮還擊 然後第一件事 那些人說 喂 這個是否外星人立下的陷阱 不好意思 是呀正確 但是你過了戰爭 我喜歡說正確 但是你過了戰爭 但是你過了戰爭 這個地雷 會不會太大手筆呢 其實最搞笑的是 他一炮 明明是躺在地上 一噴就噴中了人家戰爭 不好意思 這隻艦是提升了教了炮的 教了炮 不是是準備出發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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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對不起 大家拿回 進就展的時候是怎樣 他進就展的時候 是突然之間隻艦失控 不受控制地自我教炮 教炮是怎樣 整隻艦動 當下隻艦已經不受控制 回到艦長的時候已經說 喂 大哥搞什麼 然後就 我坐下來了 為什麼沒辦法開炮 不是 是做什麼無厘頭開炮 怎樣怎樣 然後才發現 原來隻艦是有自我防衛機制 因為 DETECT到有敵人而開炮 他自動起機 自動起動自我防衛 然後就準備準備準備走 然後才拿回隻艦的控制權 他飛走了 那時候祖賴提督 當然就叫他們 哇 那時候 祖賴提督 那時候 哎 祖賴還沒失敗老闆 對吧 那時候 我們剛剛說過 他的主炮 很厲害 波動炮 剛才說 是沒有實際的炮體 其實 剛剛起飛的時候 因為他們的重力裝置 出現了故障 於是他們只接吊一次 一去到外太空之後 沒有辦法 要慢慢逐步逐步走 但是那時候他發現了其他功能 例如 之後Macroft Plus 都會用到的防護罩 那個是 Pingpoint防護罩 對 他用麥克風 用麥克風 用麥克風的防護罩 很好笑的 用麥克風的防護罩 很好笑的 用麥克風的防護罩 原來是自動的 後來才變成這樣 原來TV版是防護罩的 TV版那時候已經很過癮 現在好像Ninja Fruit 他們在那個Model 不斷打他 不斷打他 這個設定 後來就用到其他戰機 當拳頭用 對 最先用拳頭的當然是用 好像剛剛的據說 很天才地裝了變形功能 於是配合防護罩 再用一些Arm Attack 就保衛了他們 打了第一場的藍隊戰 破天方的設定 一隻手一插他們 不是不是不是 是戰艦 打戰艦 真的是用打的 用拳頭 用拳頭 物理 物理 進去之後都是亂掃的 是啊 有一堆機 Defenser等等 模型都出過 就是那堆小孩一齊開拍 炸到別人的戰艦 像波羅一樣爆開 就是北斗之拳 其實放病毒 撲入 接著放野 接著爆 接著走 之後的故事 因為比較拉布 所以就沒什麼建議出場 直到他碎得了 祖拿達式人 一些喜歡了Pod culture 即是賣了他們來搬 的人那時候 Marcus在那次大力決戰 才再發揮作用 表現就比較差 反而他們的戰機 當時一眾的超級騎機 人 超級騎機 很少這樣形容人 去到梁振英 這樣的吸收者 超級騎機 我肯肯定我沒有說粗口 在超級騎機 當中 其實已經 因為20079 高達 有時已經有 太陽之牙 裝甲騎兵 等等的真實設定 但去到超時空耀賽 的新星 河心政治 他自己找些LEGO 隨便堆砌了 我說那時候是紙 那時候還是紙 那時候還是紙 紙 那我真的看錯了設定 最近期才是LEGO 他就很喜歡玩LEGO 一定要用LEGO變一次型 才可以推出他的產品 或者設計 設計了V1號 還有0號 即其他的示範機 VJ01 VJ01 VJ0就是0 才出現 改錯名字 都叫0 這些是後切 不重要 這部的變形戰機 就在整個故事裡面 一來是一個很出色的商品 二來完全展現了 什麼叫板野貿器 就是它起用了新的作案商人 他們去展示出一些導彈 或者飛行軌跡 空戰的場面 那時候還沒有 荷里胡電影拖根 他反而是最先去表達到 那種空戰的感覺 這些美國動畫也好 還是日本動畫也好 都沒有表現過 即是這個 什麼 這個星戰抄Gundam 哈哈哈哈 但是鬼佬那時候 Star Trek的那些特色 或者卡通片裡面 全部都 他們空戰的創作 我覺得是一個很 值得表揚的一件事 很可惜 他們的產品就賣不過金卡 這樣就不可以成全到以上 因為不是賣BANDAI 對呀 後來才靠用BANDAI 一定都是長遠 那麥康斯本身他打 其實一直以來 是差不多叫王道 那些三樣東西 就是空戰 三個關系 打歌 是啦 打歌就真的是 贊銀的一個最大的元素 林明美這個角色 作為一個偶掌 他在這裡的批歌 真的多得爆 有一開始的小白龍 Zero G Love 之後就 我的男朋友是飛機師 我的男朋友是飛機師 已經是變成了 配合劇場 這當然是事實 但很可惜 神典有心傷亡無亡 那麥康斯也有再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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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集都幾乎唱過 Zero沒唱過 Zero沒唱過 Zero也有 更加經典的 就是電影版的出來曲 《可有記喜愛》 《可有記喜愛》 在那時候 香港也有出過電影 就由陳偉嫻唱歌 中文版 中文版 中文版那套 配名尾的 是不是都是陳偉嫻 不是 不是 是分開的 好像後來的Marcos F 聲優和唱歌是分開人的 算吧 但完全不是 其實7000也是 這個是煩惱真理 演技當然 有代磨練 但他的唱功明顯超級 所以有人也說過 他首位的虛擬過機 雖然 根據歷史 那麼多套魔女子出過 應該就不是 第一個虛擬偶像 不過最成功的 等一下 那麼多個魔女子出過 那麼多個魔女子都不是偶像 是啊 魔女子 你搞清楚 Pierro的魔女子 就算最早的Creamy 都遲了整整一年 所以她是最早 也成功 這件事一早就已經 小弟兄考究 不要爭 還有 煩惱真理 當年是做回自己 我又不明白有什麼 演不演技 磨不磨練的考究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 煩惱真理是 由頭到尾 包括後來出的英文版 都是她自己配 後來是Robotech的 也不是Robotech 不好意思 是Marcos 因為日本和美國 就是Robotech是另一個 一個話題 簡而言之 就是Robotech 作為 這個 魔改版的 美版Marcos 三碗水 佔了一碗 他們成全了 他們的超時空劇團 終於可以 超時空劇團 真的用剪 誰還在技 沒有他 沒有他 總之就是 三碗水 補一碗 那件事 Robotech 另一件事 是異創 就算在美國的 打界 那些鬼佬都是 非常之紛云的 喜歡Robotech 覺得 哇 正啊 這個本土化的市場 考量是可以的 當然 設定廚 或者原裝 原裝粉 就會覺得 哇 你剪成這樣 那時鬼佬版 那套Marcos 不是Robotech 那些鬼佬呢 那些鬼佬呢 F紅 之後再 再 沒沒沒 是突然 做Marcos 你記住 那些鬼佬呢 是 非常之緩慢的 即是他們 就算出DVD都好 都是說 可以是十年開外之後 才出得到 因為等到版權 攤得夠冷 價錢攤得夠便宜 他們才買的 現在才翻炒 POWRANGERS 快死了 哈哈哈 外國人背的東西不說 但其實那時候 剛剛好二十周年 那時候出的 SDVZ 他跟Robotech 他本公司的金和性 破冰的時候 其實就是 日本就出一套的 剛剛阿桂補充了 原來真的 日本找人代理去出的 一套DVD 才有煩到真理的配音 不如我來補充一些資料 那什麼叫Robotech呢 當時 他們製作 超想要塞的Studio 其實都不算很大 比不上龍之之之 Sumrise 那些東西 所謂他們海外的發行權 曾經就賣了給 現在的名叫金和聲的公司 於是就將 超磁空系列的 超磁空騎團 再加上另一套東西 就構成了Robotech 在大陸道叫做太空堡壘 因為大陸道是正式版權 是用牛杂魯式的剪法 將它剪成一堆 是完全重新剪過劇本 其實是高難度的 就算 印象中 不肯定 因為很久之前 iTunes上面 應該也有一個免費 廣老Botech Making of 類似Making of 去介紹 很珍貴 對於Making of 很重視 因為它推出DVD iTunes Store也有 它當然會推出這些東西出來宣傳 它怎麼說 說法就是 他們自己銷售 當年他們 其實很普遍的 因為你勃在地化各樣 等於你好像現在 叮噹 多拉A夢 沒錯 叮噹各種玩法 大家要知道的是 其實Robotech 都不是唯一 它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最神 因為它是剪得最行的 那個 真是三部剪了 一劈 其實當年金無絲王 第一話是V型 V次電池系列 就是三部作 都是被人改過的 但就沒有那麼慘烈 不錯 真的 八獸王 八獸王 比較明顯 八獸王 就直接後備 拆散了 不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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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機合體 和八獸王 有另外一件事 但是OK 都是類似的情況 在尾版都是這樣的 都是剪到 碎碎碎碎碎 但是Robotech 最糟糕的 就是因為它不只一套作品 剪完 又正如 剛才傑特提的 就好像 Power Ranger 就好像 都都戰隊系列 即恐龍 以恐龍戰隊為首 這樣剪完 那種做法 那iTunes那個Making Of 其實找一些製作人出來說 都是說 當年都是很急就張 亦都時候都覺得很臣服其妓 怎麼可以剪得出來 而又 都叫做MAKE SENSE 我有印象有片段 在太空寶女裡面 騎團那個女主角 其實就是Marcos的天才架 雖然麥斯 和愛星人美蓮 一起生出 那是女兒 竟然改得到 於是那女兒 經常會有一些回憶片段 播放Marcos的東西 這樣也剪得出來 是的 明明衣著都不同 麥斯有很多女兒 麥斯有很多女兒 真的 麥斯有九條女兒 一件事就是 香港亦都很可愛地 兩個版本都播過的 當時亞視就是 是不是也是亞視 也是亞視 超時空耀菜也播過 Robotech也播過 所以其實我相信 大家會有一點點爬頭的 咦?為什麼 之前看過的東西 都現在不一樣了 但是 是同一個台的東西 甚至連配音員都有點厲害 挺有趣的 同一個台 他們自己打自己的話 都經常有 但是 當年恐龍戰隊和Power Ranger 都分開 好像他這樣自己打算 恐龍戰隊和Power Ranger 的情況是對隔離台 就算同時播放 你都還可以分得到 對 在海外版那裡 Robotech 我們按下不表 但是 范道真理 他連英文都說得好 現在已經去到 是不是還是一個 走國際的歌手 他根本就是一個美國人 因為 因為 他Marcos之後 在日本發展 他個人毅然決定 跟過美國人 嫁去美國 真的為婚姻而放棄事業 對 我親口問過他 基本上 他個人是不後悔的 覺得吃得鹹如滴得海 沒有所謂的 我對他的理解 就是 坦白地說 他不想做明媚 他不想做明媚 即是不用怕身為另一個人 他覺得自己 不想因為明媚而成功 他不想做明媚 跟太田桂子很不同 太田桂子是完全不介意做BIMMY 但是 煩到真理 你真的提 在他面前喊得明媚多 他真的會生氣 就是 看他Facebook 看他以前Twitter 那算不算他是一個 很有靈覺的人 絕對是 用靈覺已經是比較 這叫做有藝術家的脾氣 他絕對是 他想表現自己 他絕對是 他從初出道具有藝術家 真的 如果他願意為五斗米折腰 他第一隻碟監製 就已經是版本龍一 可想而知 當年唱片公司對他的器重 如果他願意乖乖地 做一個偶像歌手 繼續消費 劉鳴美這個招牌 可能比得上去 版本龍馬合作 若詩編博子那些 那麼紅的地步 有可能 他絕對是 他不會輸 因為當他的聲線 也未受傷 因為他的後來聲線 也受傷 現在就另一件事 但是 他選擇了 離開 然後 做自己一個創作歌手 一個聲音 他本來是他的歌手 他由頭到尾都是 但是 他曾經 有一段時間 但是 差不多是 一個偶像歌手 因為 始終他是異聲優 選拔出道 他始終是 扔著 林明美的名字 真實的一個 馬克勞小姐 真的馬克勞小姐 因為 他本人也說過 他上過大台 各樣那樣 他有少少酸 但是 真是 只能夠靠林明美這個名字 才上到大台 好 我們下個半個小時 再聽聽我們的追星經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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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